欢迎回来国内最高水准的排球赛事 企业排球联赛 这个周末将要在南台湾的屏东 来进行例行赛 最后一个星期的赛事 当然目前在男子组以及女子组方面 例行赛的冠军球队都已经提早产生了 在2月底联装男排 在打败康提之后 就已经提前登上了气排19年 男子组立行赛冠军的一个宝座 而上个星期靠着台电女排的一个输球 急速超跑女排也非自立封后 现在男子组跟女子组冠军队都已经产生了 当然在这两天最大的关于气排的一个消息 就是寻求未免的年装男排 他们跟正宗的洋将 菲律宾国家队的一个大炮手 布莱恩是宣布要续约5年 当然我们知道26岁的布莱恩 在去年气排18年第一年来到企业排球联赛 他就拿下了得分王 在去年他的总得分来到了520分 布莱恩跟去年第二名的红龙八 380分的一个得分 第一名跟第二名足足差了有140分 今年在气排19年 是布莱恩来到了气排的第二个赛季 表现虽然没有像去年那么的猛 不过到目前为止在打完18场比赛之后 布莱恩的得分也来到了408分 当然距离第二名温逸凯 美金龙312分 也是有将近100分的一个差距 所以今年的布莱恩要连续两年 拿下气排就联赛 南部的得分王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连庄的这个连华荣连董 之所以大手笔宣布 签下这个布莱恩 而且这一次一口气就是续约5年 这也代表着接下来5个赛季 在整个连庄的安排这边 战力绝对是有了布莱恩 绝对会是如虎添翼 我们知道布莱恩的一个起跳高度 高达了368公分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 不管是在2号位4号位的两侧 或者是后排进攻 这两年都可以看到 这位菲律宾国家队的一个大炮手 布莱恩在整个企业排球联赛 为了连庄男排 有相当稳定这样的一个输出 真的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 还记得在上个赛季 气排18年的一个冠军战 布莱恩曾经有单场42分的 一个大爆发的一个表现 今年我们知道 在整个男子组的一个季后挑战赛 第一名的球队 要来面对例行赛第四名的球队 当然到目前为止 剩下最后一周的一个比赛 第三名第四名 不管是美金农也好 或者是桃园台产也好 第四名的球队 将要来对上连庄男排 这两支球队跟连庄队 今年在例行赛 都曾经有过五局大战 在季后的一个挑战赛 男子组的部分 第一名对第四名 第二名对第五名 第三名要对上第六名 今年在例行赛结束之后的季后挑战赛 也将会是非常精彩 看完了男子组的部分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女子组 今年在女子组的部分 得分后寻求未免的台北精华 正宗的一个主攻守林书和 我们知道书和在上个月 2月6号才刚刚过他25岁的生日 而今年林书和的一个得分大爆发 也让他今年有机会来拿下 他生涯第一座企业排球联赛的得分后 到目前为止 在女子组的得分排行榜上面 林书和283分 跟上个赛季企业排球联赛女子组得分后 极速超跑的卡拉259分 现在有着24分这样的一个差距 当然现在说到极速超跑以及台北精华 现在在例行赛都各剩下两场比赛 对精华来说 在这个周末3月9号3月10号 要来面对的是凯撒班店连锁 还有极速超跑 那极速超跑这边剩下两场例行赛 则是要分别面对新北中仙 另外还有台北精华 那这24分的分差 那对于卡拉来说 等于每一场比赛 他的得分都要 比林书和要多上12分的话 才有机会来未免得分后 所以当然在这个周末 台北精华来到了南台湾屏东的两场比赛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转播 来看到台北精华的林书和 来拿下他生涯第一座的得分后 当然说到了女子组的季后赛 挑战赛的一个对战的一个状况 就跟上个赛季一样 拿下例行赛第一的急速逃跑 可能在第一轮是轮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金华这边 目前在季后赛很有可能 应该就是要来面对凯撒班店连锁了 而台电女排这边 在季后挑战赛将要来面对新北中仙 而这个星期在南韩屏东的女子组的一个赛事 对于女子组舞队来说 也有点季后赛前哨战的味道 到时候要锁定现场直播 一起来为我们国内最高水准的企业排球联赛 来加油打气